这两天有一则不怎么被大家关注的新闻 欧洲一个小国为了中国 连续三次否决欧盟涉华声明 这个国家就是匈牙利 6月4日 匈牙利使用一票否决权阻止欧盟发表涉港声明 并表示欧盟对中国的制裁 是毫无意义 狂妄和有害的 欧盟迄今已就中国发表了多项声明 但迄今为止 还没有哪一项声明证明是成功的 以至于有必要再发布一项声明 根据欧盟议程 一项决议需要27个成员国全部同意才会通过匈牙利投了反对票 最终以26票支持 一票反对 保证欧盟未能取得全部27个成员国的支持 这已经是匈牙利第三次为了中国而投反对票了 据路透社此前报道 今年4月匈牙利组指了欧盟发表一份 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的涉港声明 随后5月5日报道 因匈牙利再次否决导致欧盟未能取得全部27个成员国的支持 加上这一次就是第三次了 匈牙利此举引起部分欧盟国家官员的不满 德国外交部国务尼书贝尔格在当天表示 匈牙利阻止欧盟发布涉港声明的做法已经过分了 他呼吁欧盟进行必要的改革 在外交政策上实行合格多数投票制 而不是现行的一票否决制 但是有意思的是欧盟委员会拒绝就匈牙利最新一次否决制评 如果大家看完我们下面的分析或许就会发现这件事是非常诡异的 今天我们重点和大家说三个问题 第一匈牙利为什么要支持中国 第二欧盟会修改一票否决权的政策吗 第三诡异的欧盟 说到匈牙利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这个国家 说实话以前我也没有怎么留意过这个国家 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小了 在国际舞台上也没什么地位 匈牙利是欧洲中部的一个国家 人口只有980万 匈牙利连续三次否决欧盟涉港声明的原因是什么 目前网络上的分析是 中国是匈牙利最大的投资国 中国给匈牙利提供了疫苗 中国还同意在匈牙利灌装 并生产中国国药疫苗 匈牙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 是第一个认可并使用中国疫苗的欧盟国家 西亚尔多也是疫情后第一个访华的欧盟外长 所以匈牙利才连续三次投了反对票 这些分析很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根本原因 中国和希腊关系也很好 也在希腊有很多投资 为什么希腊就没有投反对票 中国也给意大利提供了疫苗 意大利也加入了一带一路 为什么意大利也没有投反对票 那么匈牙利延续三次一票否决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留下一个悬念 最后再说 下面我们给大家说第二个问题 由于匈牙利延续三次投了反对票 导致欧盟每次都是26比1 无法通过联合声明 如果想要修改投票机制能成功吗 欧盟有27个国家 在事关成员国主权的领域 每个国家都有一票否决权 在这样的设置下是很难达成共识的 尤其是在外交上面 那么欧盟为什么要设计这么苛刻的条件呢 这不是让外部势力太容易分化欧盟了吗 答案就是不这么做的话 一些小国如果就不会加入欧盟 欧洲就永远无法统一 欧洲共有44个国家 但是总人口只有7.5亿 其中人口小于2000万的国家 却有36个 对于这些小国来说 他们只想依附于大国 而不想成为大国的一部分 因为成为大国的一部分后 他们必然会被同化 最终彻底的失去自己 对于欧洲来说 即使是人口最多的俄罗斯 也不过仅有1.4亿 仅比中国广东省稍微多那么点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商品的不断丰富 对于这样的人口基数 不要说发展全套工业体系 哪怕是稍微大点的产业 都不是哪个国家能承担的 对于俄罗斯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这些有着辉煌历史和文化的国家来说 尤其是在近现代 曾称霸世界的那些国家来说 他们必然是不甘心 做一个地区小霸的 所以他们一定要统一整个欧洲的 否则根本无法与其他势力 在世界范围内竞争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法国和德国才主导建立了欧 欧盟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而形成统一的国家以后 那些小国 尤其是人口仅有一千万不到的那些小国 必然要被大国给同化和融合了 所以那些小国比如不会选择加入欧盟 如何才能让那些小国加入欧盟呢 欧盟必须要给他们超出资深实力的地位 在涉及到地区大势的时候 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 都具有一票否决权 所以在匈牙利延续投出三次反对票后 德国人说要采取多数票投票制 取消一票否定权是不可能成功 因为正要实施这种制度 那么欧盟也就必然要瓦解了 那么怎么办 对于欧盟来说 必须要逐步的收回一票否决权 不然这种制度不仅内部很难形成共识 而且极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 只要中国美国或俄罗斯 能收买欧盟中的任何一个小国 让它不停地投反对票 那么就能让欧盟欲先欲死 什么也做不成 如何才能收回一票否决权 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用温水煮青蛙的方法 开始的阶段 所有成员国在决 大多数方面都拥有一票否决权 然后过段时间收回一个权利 再过段时间再收回一个权利 慢慢就取消了所有方面的一票否决权 事实上 欧盟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2009年欧盟通过李斯本条约 欧盟通过不断地修改条约 逐步地将成员国的权利收回 按照正常的道理 在欧盟这种现状下 它是不能得罪中国和美国任一方的 因为中国和美国完全有能力 让欧盟什么重要协议都通不过 对于欧盟中的一些小国来说 甚至都不如我们稍微大点的城市 只要我们稍微给它点投资 或分一个产业给它 就能让它过得舒舒服服 它自然不会再想待在欧盟里面了 但是诡异的是 在绝大多数时候 欧盟总在跟着美国恶心我们 更诡异的是 虽然欧盟总跟着美国恶心我们 但是每次想要发表 针对中国的联合声明的时候 总会被一票否决 最关键的是 每次投出反对票的国家都不一样 比如2016年的时候 美国策划了南海仲裁案 欧盟跟着美国想要对中国施压 但是被希腊给一票否决了 在美国拉拢日本 印度诋毁中国一带一路的时候 意大利却在2019年3月 首先加入了一带一路 这次则是匈牙利连续三次投出了反对票 每个关键的时刻 都是不同的国家在挑头 这到底是偶然还是可以谋划 如果是偶然 我觉得说不通 因为中国在希腊有很多的投资 在2017年的时候 希腊投了反对票支持中国 那么在后面的一带一路和香港问题上 希腊难道不该继续支持中国吗 后面为什么不支持了 难道是中国在希腊的影响力减弱了 我们反过来想一下 如果这是可以的谋划 那么背后肯定有动机吧 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 我至少看到了三个好处 第一 欧盟不得罪美国 由于美国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欧盟的军事还被美国在控制着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 欧盟不得不跟随美国 26个国家支持美国 一个反对 那么就等于欧盟给了美国一个面子 美国也没有办法过分的苛责欧盟 第二 欧盟不得罪中国 虽然欧盟跟着美国恶心我们 但是最终总会出来一个一票否决 所以最终中国也能接受这种结果 毕竟美国对欧盟的影响力远比我们要大 第三 不始终让一个国家得罪其他成员国和美国 如果反对南海仲裁案的是希腊 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又是希腊 在香港问题投出反对票的还是希腊 那你说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有多恨希腊 美国的有多恨希腊 希腊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如果今天希腊反对 明天意大利反对 后天匈牙利反对 那么就等于分散了仇恨 不仅仅有利于欧盟内部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